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一个9则是天长第九 第九表示载客量最大为190人 全长39公尺 标准航程超过4000公里 最远能航行5500公里 相当于北京到新加坡的距离 才刚亮相 C919就收到超过500架订单 除了中国国内航空和金融租赁公司 国外则有来自德国和泰国 各一家航空公司下单 C919预计明年首航 不过真想挑战选取两大科技品牌 国民海空吧 恐怕得先取得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和欧洲航空安全署的认证 才有机会 原来说中国这个新的飞机 已经有很多人跟他买了 但是还最后那一关还没过 欧美还要认证 对 没有错 那事实上欧美的认证还没有过 但是中国的认证已经过了 那么C919事实上这样的飞机 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它自己本身使用这个铝铝合金 这有什么好处 使整个轻 轻 它的重量轻 所以它的体积变宽变大 但是它的重量变轻 那重量轻到什么 它大概轻了大概14%左右 那重量轻的话 它自己本身 虽然它的体积大 比人家大 比人家宽 比人家长 但是它重量轻 重量轻了以后 那么它包括省油的部分 也被人家节省大概快要一成多 那这也是它的好处 还有等于说 它自己本身在封阻的部分 减少了5%以上的封阻 还有包括整个分贝 飞机会有很高的噪音 它也减少大概快要10% 就是一成的这个噪音就对了 那你自己仔细看一下 其实它蛮流线型的 流线型它最主要的敌人是 这个锁定是什么呢 欧洲的空中巴士A320 或者是说波音的737等系列就对了 那它有一个优势 它有一个优势是 它为什么叫C919呢 因为这个E9 后面这个E9 事实上就代表它自己本身 座位最大是190个座位 最大的时候 那么多 但正常的情况之下 是大概是158个座位 那么就是说 它非自己本身 中国大陆的国内每个城市点对点 或者是说非亚洲附近的一些国家 因为它大概一次航程最少基础的航程 有4000公里以上 扩充了以后可以到5000多公里 所以飞整个亚洲是绰绰有余的 而且未来20年之内 确实需要这样的飞机 大概在中国 大概就需要大概6、7000架 中国绝对需要更多的量 你看这一次习近平到美国去 一大手一大笔一挥 波音要几百架这样子 还说你波音来中国来跟我合作基地 因为很简单 因为就是你飞机不是永远飞了以后 永远不要太换的嘛 老旧的飞机还是必须不断的态犯 尤其是100多个座位的这种飞机 737系列对不对 类似737或A320这种系列 是最受欢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飞机不至于非常的庞大 但是你的载客量 大概100多个人这样子 你又很方便在各大城市里面这样飞 这样的飞机 其实它自己本身大到什么程度 它最引以为傲的是 在中间走到那个地方 中间走到那个地方比较宽敞 中间那个走到有时候 空气也推东西就过不去了 那比较宽敞 那如果你身高大概 它号称190公分的人 像那个联系组这么高 可以站得直挺挺的这样子 你如果进了机舱 你会稍微有点驼背 不用驼背 你如果在那 到他这个C919的话呢 你自己本身可以 这个非常的 这样走动 毫无压迫感 用不用力感 你这样讲感觉还比较舒适 因为它宽嘛 因为刚刚讲过了 它自己本身的体积 其实比较大 大的结果 当然就使它的那个距离位置 我们坐飞机经济舱 最可怕 就是坐在那边 很挤 对不对 很难过 像我身高174公分 我就觉得已经挤到那边 坐个三个小时的话 整个人浑身不舒服 可是听你这样讲 如果说宽 或者是比较高 问题是基本的 这些核心技术 它赢得了别人吗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那事实上呢 经过这个8年的时间 有二几万个人 投入发展整个飞机 C919的这个研发 那么其实中国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投入了这样的客机 为什么呢 你看他们歼8歼10的战斗机 包括轰击 轰击的轰大机 这个叫运机 其实70年代就投入了 要兴建这种大型的客机 叫运石 运石客机 那时候已经试飞完毕了 试飞完毕了以后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把 这个整个3000万人民币的一个经费 后续发展把它砍掉 砍掉以后就无疾而终 非常可惜 要不然的话 那时候如果能够持续的话 中国可能早就有自己本身 制造飞机的能力了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它现在这个C919 其实它现在的自治率 大概是50% 为什么呢 因为包括它的引擎 发动机引擎 然后也包括相关的一些 起落架等等 还必须仰赖跟外国彼此合作 但是他们否认说 我是组装的 组装品是说 你把这个 像我们台湾很多的汽车 就是国产汽车 以前就号称是国产的 但我们已经有能力了 事实上 所有的引擎 所有的东西 主要东西都是人家的 其实就是组装 我们就一个外壳 就把它组装 只是说得比较好听而已 但是它这一次 等于C919 除了一般的外壳组装之外 它里面有一些线路拐线 什么相关的东西 自己的一些东西 是靠自己 自己设计 但是飞机的灵魂在什么地方 其实还是在他自己本身的 那个发动机引擎 现在还是使用美国 跟相关外国合作的 基础的东西 还有包括美国跟法国合作的 不过他们自己是希望能够 能够在2017年 然后因为这架飞机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们即将在2016年会首飞 明年 首飞 对 现在21个国家 已经来了517张的订单了 算是满多的 他们预计未来20年 至少要有六七间架的飞机 自己盖就对了 所以在2025年的时候 他们希望C919 能够自己本身的自治率 高达90% 才10年 对 然后事实上 事实上也不要太小看 这个等于说强国的文化 为什么呢 他们自己本身也在沿逆 这个引擎发动机 自己的自治能力 因为过去不客气说 过去必须要靠俄罗斯 对不对 早期的苏联 那么现在事实上 如果你要跟包括俄罗斯 包括这个美国 在这个航空 在飞机场上 一进高下的话 你的引擎发动机 还是必须要自己研发 所以到了过了2020年以后 有渴望装上中国自治的 第一个引擎发动机 那么到时候C919 很可能再过个1、20年以后 自治力可以正式的突破 90%以上